为了让人民更加了解到求职的技巧 爱聊社区就与南开课大合作 开办求职技巧的课程 并透过装扮以及有趣的上课方式 来吸引学生学习兴趣 穿这个打扮就是诸葛孔明 诸葛孔明它就是擅长就是献策 锦然妙计 那今天这个课程是属于这种求职的 那我就是借由这样的打扮 来吸引各位同学的那个眼睛 因为一整堂课这样上下来会非常累 那你要快速的把这个求职技巧的这个精髓 融入让他们去吸收 就要让他们眼睛先吸睛 不要说我一上课就想睡觉 这样就会造成学习不是很好 那主要今天的课程还是 注重在求职技巧 那就借用这样的装扮 来让大家吸睛 主任类表示 这是让大家认识乡镇的特色与就业机会 尤其近年来也推广中高领就业 因此也呼吁长辈们可以多多参与政府的推广课程 那求职技巧就是一之前 是在劳动部从事这样相关的工作 那现在在大学教书 也都在帮学生从事这样的一个就业的一个工作 那加上在学校做的是产学的服务 我们让来的学员有没有 认识这个十几个乡镇的在地产业 有哪些特色跟他做一个资讯的交流 那最终这种职业训练的课程 还是希望可以把在地就业的拉上来 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安排今天的课程 学员们也表示在老师指导下 不但学习到许多技巧 也有许多资料与资源都可以好好利用 今天这个老师介绍求职的技巧 在专业上面就是资料很多 是很实用 虽然我现在年纪比较大一点 可是就是我像老师说 有那个推介的那个可能推介那个不错 然后像老师都会帮学生 就是有求职需求的时候 就是有详细的介绍 需要注意的一些很多方面 就觉得蛮实用的 希望透过课程的办理 除了能够让学员们了解到求职技巧 也鼓励学员们多多善用政府的资源 打造事业的第二春 记者村民一集集采访报答 进入电视频 请不吝点资料